所以第一階段我們就是會先了解有關eSail的函數 第二階段才會教各位有關eSail VBA的部分 但是程式從函數到VBA 其實它的差距還蠻大一點點的 也就是你這樣突然跳上去 很多人一下子其實是沒辦法馬上可以接受 所以中間其實有個錄製聚期的過程 錄製聚期的話就是說你還不會寫沒關係 但是你可以用錄製的 有沒有 錄製聚期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就是說你可以把你電腦的操作動作 有沒有滑鼠鍵盤你做動作 然後它可以幫你把那個動作背後的程式 幫你寫出來 甚至告訴你怎麼寫這個滑鼠的動作 OK 那我們可以把它錄下來的東西 再看它到底怎麼寫的 那我們再結合VBA 其實可以變出很多的花樣出來 OK 所以這個當然難度又更高了 不過如果你會這些方法的話 等於就是說以前你要重複做的事情 慢慢就不需要重複做了 而且真的可以徹底的 把這些工作全部都交給電腦 它就徹底的全部幫你完成 哪怕它要跑個幾萬次 對它來說是小菜疊 跑個幾百萬次 幾千萬幾億次 它都是稀充平常的 再加上因為現在電腦半導體 進步神速 台積電有沒有 所以現在電腦速度實在跑太快了 有沒有 跟那個20年前的速度 實在是已經沒辦法比了 現在電腦都是至少8核心 16核心 32核心 核心數已經多到你沒辦法想像的地步了 然後記憶體也大到不行了 所以現在說真的 我是覺得現在電腦功能這麼強大 但是真的大部分能夠把它發揮到1% 可能很多人都發揮不到 OK 你到底拿這麼強大 每一台隨便一台都強大的電腦 但是說真的一般人沒有真的把它發揮到極限 Excel也是一樣 很多人其實Excel很好用 但是Excel很多人還是不太會用 所以我們這門課是希望說能夠分享一些 我覺得蠻重要的部分 慢慢跟各位說明 所以後面的話還有錄製聚集 然後還有一些VBA的一些技巧 剛剛我有提過回圈嘛 有沒有 重複做的事情 就交給回圈吧 OK 那回圈基本上要怎麼寫 我會慢慢跟各位敘述一下 那如果你擔心你寫錯啦 剛開始你就一樣畫糊糊就好了 反正照抄嘛 OK 那抄久了你就會熟練了 然後慢慢的話自己可以變化一下 其實也不太難啦 反正就是跑個回圈就跟他講說 從哪一列跑到幫我跑到哪一列為止嘛 哪一欄跑到哪一欄停下來嘛 不就這樣 然後幫我把中間所有的資料做個過濾 做什麼樣的過濾 那後面就有邏輯嘛 OK 那邏輯的話顧名實譯嘛 不就是類似像一輔 如果 後面就有一個判斷 如果你幫我取得的資料 它假如是大於等於小於 或者是其他條件 如果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那就幫我執行底下的動作 如果我為Force的話 執行另外一道程式 有沒有 有點像是他就幫你過濾了 所以這概念也跟那個像捷運一樣嘛 你為什麼捷運那麼快 為什麼 因為有逼有錢 扣錢才能進去嘛 那如果一逼 結果沒有扣錢 那他一定就進不去嘛 對不對 所以大概也是類似像這樣的概念 只是說我們要怎麼樣 把那個資料很順暢的讓他運行 就可以很快把事情給做完 那另外的話其他類似像這些 然後還有進階的 所以待會的話第一件事情 幫我填一下簡單的問卷 你的程度是落在哪裡 因為其實每一期 上課同學都不一樣 有時候程度整班都很好 有的程度有時候整班都不是太好 還有我是最怕的是三分天下 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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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同學很 程度很好 有的程度那就很難上課了 所以我會取個中間 OK 反正就是中間值嘛 那另外的話呢 凡數有幾個 剛剛有講 然後你希望上課以哪根為主 就看各位的程度 你不要全部勾 全部勾等於沒勾 OK 你就讓我知道一下 我大概想要知道一下 大家最想學 那你要量力而為 如果你的程度沒到那裡 你不要勾那個 你完全超過自己能力範圍 在這個選項 然後其他的話 選課動機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都會自己不會 或者是等等 那為什麼選這門課等等的 其他的話 Mail部分的話 我會把那個上課錄影的連結 因為我會傳YouTube上去 建一個清單 OK 然後會直接寄到你的信箱 也就是說你就直接 那如果你有手機的話 不過前提最好是吃到飽 你就打開 然後耳機一帶 你就可以開始反覆聽了 最好是可以不斷聽 不斷聽 然後遇到問題 那個問題你現在聽不懂 沒關係你就一直聽吧 因為有時候聽一次聽不懂 但聽個兩次三次 原來是這樣子 其實沒有那麼困難 真的沒有那麼困難 OK 好 那再來的話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就是連結到我們那個雲端上面 雲端網址在這裡 OK 那我的話 待會請各位 連到這裡之後 它竟然應該會長這樣吧 它其實這個是我的Google的雲端硬碟 然後我在這上面有放了幾個東西 第一個 範例檔 所以待會你們就先把那個範例檔下載 下載 下載的話 你可以點開來 這邊有個下載 或者你不點開來的話 這邊按右鍵也可以下載 那下載的話 它還有一個VIP檔 解壓縮 那解出來之後的話 我會把它分成很多類 就是反正就是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那我們就是按照這個範例檔 按右鍵 把它解壓縮 解壓縮字詞 解出來 那這邊就有12345 我們大概就分成五個單元 逐一的了解 從函數到VBA 從函數到VBA 那待會的話 第一個問題 你們可以打開來 比如說第一個問題 我們那個 文字與資料函數這邊 比如說我第一個問題 我們常遇到的就是說 資料的合併跟分割 那第一個當然 如果今天希望 把這三個欄位的資料 串成一個欄位的資料 裡面的規則就是0911 然後一個- 上面這邊有個規則 然後這邊的話 要把它變成三碼 也就是如果不足三碼 我要讓它變成三碼 OK 那不是叫你土法煉鋼 OK 而是你要去想說 有什麼函數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裡面當然我這邊有提示 你可以用 rept加len 這是一個方法 但另外的話 還可以用test 第二個方法 有沒有第三個方法 有啦 其實裡面的話 你們可以藉由什麼 像插入函數裡面 就一堆函數 那大部分如果 跟串接有關係的話 就文字 那文字內函數的話 這麼多 有沒有辦法用這些 因為它提供給我們的函數 去解決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問題 也就是我希望怎麼樣 把這裡面的這個資料 幫我串成一個手機的一個公式 但它不是用土法煉鋼 不是叫你用等於0911 然後08 不是 就是你要去想想看有什麼函數 那前面大概有個rept的函數練習 你們也可以自己玩玩看 甚至有那個rept跟right 還有len跟mid 這些比較重要的函數 可以先試試看 那請各位 先幫我完成剛剛講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那個課前的問卷 第二個的話就是 下載那個上課用到的範例檔 那另外的話 我們下面這個連結裡面 也有每次上課的解答 都在下面這個連結裡面 所以如果你想要找到 每一個範例檔案的解答的話 在這上面都有 所以下面這個連結比較重要 可能一直到我們這個課程結束之前 都會用到這個連結 OK 試一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